老師 各位小朋友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錢民家 最重要的故事是 手禿帶吐 從前有一個總夫 他每天遭到甜品辛苦的工作 在養佛等家 有一天能夫到甜品工作的時候 看到一隻跑得非常快的兔子 不小心一頭造不在神仙的大腹下 哇 怎麼會有這種事 我真的是信念 大腹身心有大腹子撞上來 不是比田裡的收入更多 田裡的工作這麼多 還是說在大腹下的兔子很輕鬆 總夫化了一個抓子 送的回家是 投資以後 總夫不在中前 他每天就坐在大腹下的兔子撞上來 日子已經是經過世了 都沒有看到另外一隻兔子 但是總夫不死心 還是就在大腹下的兔子 他想他已經被避兔了 孤老好幾不見 還是沒有看到 噢 噢 兔子 等董夫想吃重堅持 叫我包了更多時期去捷律吧 這個故事告訴我 不要一直去想不老而過的事 各自一定要努力 不要只想靠一起 所以我媽媽說 趕快看書不要在那裡 手足在住時 我就跟媽媽一起去了 兔子不是偏偏偏的 我想說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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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